近日中超长春亚太球员张力一次用种族歧视言论攻击上海神话外援灯发发,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情过去已有两天时间。 据相关报道,现在亚太方面已经作出回应,据悉,亚太已与球员张力进行确认。 张力本人表态不存在种族歧视行为,亚太俱乐部将不会对球员进行处罚。 对于这个回应有很多球迷并不认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亚太会应趁可张力进行确认不存在种族歧视之后, 有关俱乐部内部人士认为,宣化目前成绩并不理想,不排除其通过此事件,转离注意力的可能。 亚太球员张力和上海申花外员灯巴巴冲突是四日发生,上海申花客场一比一,暂停长春亚太。 比赛第七十七分钟,申花外员灯巴巴与亚太球员张力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灯巴巴看上去十分激动,甚至比赛结束后情绪都难以平复。 再后新闻发布会,申花主帅吴金贵透露,灯巴巴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亚太球员用种族歧视语言攻击了他。 申花新闻官表示,俱乐部将整理材料上诉至中国足铁。 申花俱乐部官微也发布了,像种族歧视说不得海报。 从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来看,亚太方面表示球员张力不存在种族歧视行为,而申花新闻官表示,俱乐部将整理材料上诉至中国足铁,最终是不存在种族歧视行为,只能以官方为主。 不过从目前来看,舆论还是一边倒的倾向,很多球迷还是认为有这种行为,不然灯巴巴不会集成那样。 况且在后,人家比赛结束后,还是那么难以平静。 当然这些有主观因素,官方还未公布之前,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在他们身边亲自听到张力到底说了什么。 也有求你表示,当时发生冲突裁判离得那么近,裁判现在应该站出来说话。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上海申花,灯巴巴现在则是今日灯巴巴,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声。 感谢各位站在他的身边一起反对种族歧视。 感谢观看